Hello 大家好 又到Lily靚中推介時傳 今天我一間養日居 附設有實用裝修的巨兩房套 海原景邱靜中的單位 想誠意和你們推介 記得登入我的Youtube頻道 LilyChomp 審候你 按訂閱 訂閱 然後按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精彩的內容了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這間改了做巨兩房套 連工人套房的單位 是位於仰日居的二座中層B室 實用面積931平方彩 一層有七火 附設有三個升降機 而它很近Nip在這裡 大家一起跟我進來看看 進來你會見到這個非常闊落的客飯廳 而業主亦精心巧妙地 將客廳的位置升高了地台一點 這樣就可以區分兩邊 在這裡看出去 可以看到休靜的九龍站上蓋公園景 以及遠處亦可以看到獅子山景 以及奧運站的海景 景觀是非常立體 而有層次 看下去亦可以看到屋苑會所的 戶外游泳池和陸化區 景觀非常開揚 看進來客飯廳 樓底高度是介乎8.1至8.5呎 首先和你們看看工人套房的位置 門口擺位 但比起由原本廚房都進去 改了由廳到入 變得更加實用 裡面還訂造了一個2呎闊的工人床 連收納櫃 有浴室之餘 還有窗 還要用得下洗衣機 可想而知 這裡可用的空間也挺不錯的 再出來和你們看看半開放式的廚房位置 這裡改了玻璃堂門的設計 令整個廳更明亮和闊落 這裡基本的設備包括有 車油煙機 明火煮食 焗爐還有雪櫃 還有大窗 Bench top 位亦夠闊落 門口旁邊亦有一個高身收納櫃 所以可用的位置亦有很多 再者經過這個闊落而光猛的客飯廳 就讓我帶你們一起看看睡房區 近廳這間房 由兩間小睡房合併而成 近廳這場身亦改為玻璃牆 令整間房更光猛透亮 推開這道門進去 我們就見到這間房非常闊落 大概超過121平方尺 而賣變這場身 還有一個接近兩呎深的收納櫃衣櫃位 可用的空間真的非常多 而在這間房的兩邊大窗望出去 同樣都看到開揚而幽靜的 九龍站上蓋公園景 和遠處的部分海景獅子山景 景觀同樣非常有保證 亦足夠優靜 這兩個窗台位千萬不要浪費 用來做書桌亦是不錯的選擇 房間亦足夠闊落 足夠放張雙人床之餘 還可以做到床頭櫃 門口對出這裏原本是客廁的位置 不過經改動後我會稍後為你介紹 右邊這場身做了一勒深厚的大衣櫃和收納櫃 我會稍後和你們仔細講解 這間房放了一張雙人床 還可以做到三邊落床的效果 這裏附設了一個L窗 窗台位亦可拿來做書台位 或梳妝台位亦是不錯的選擇 看回進來整間主人套房 可用的空間真的非常多 就算你想和初生BB一間房 這間房也絕對超級活樂充裕 再來和你們解構一下這間房 原本主人套房浴室的位置 是經改動了 還善用客廁的位置 經改動後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一樣都有浴缸的位置 同樣都有窗 不過原有淋浴的空間就放棄了 這樣就可以令睡房區有更闊落的位置 而我們現在經過這個位置 原本就是主人套房的原有浴室位 同樣都是保留大窗外 還有極充裕的位置可以放張大書桌 房間旁邊這裏 這裏深厚的衣櫃位 大概是14.6呎闊 兩呎深 有五個櫃 可收納的位置真是極之多 足夠你放了一連四季的衣物和雜物在裏面 就算天天做shopping 也不需要丟東西 可想而知可容納的空間真是極為之多 而且設計亦是很不錯 讓我逐一給你們看看 你可以看到格數充足之餘 亦是夠了深厚 還有暖管的設計 絕對適合我們這一邊的林海物業 可想而知業主真是非常貼心 這種房大廳大空間感觸 有圓景有海景 夠光亮又優靜 還要剛剛裝修、撿漏好之餘 全家屋除了齊家電 還有極充裕的大衣櫃給你 既可散卻不少賣傢俬的煩惱 還可以省不少 最重要是價格相宜 現在只需要買張床褥和枕頭 就可以進來住了 不知你還在考慮什麼呢? 還快點打給Lily約看 如果我想了解更多 尖沙咀九龍閘附近一帶的筍租賣本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Lily Shum 審候你審候你 多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